四號秀林鄉赴年會新就任會長一半交接 各部落事務組長村長等重要幹部都出席典禮 代理箱長蔡瑞光致辭表示祝賀 但話風一轉 對於年度預算遭代表會刪除一事 向公所團隊及鄉親們提供道歉 針對107年度的總預算 遭秀林鄉林代表會 刪除7800多萬的費用 在這裡我代表再次代表秀林鄉公所 整個團隊跟各位鄉親居公道歉 代表會不僅把包括中央分配款 原住民各項收益款 相裁員總數3360多萬元的稅入預算 全部刪除 連稅初編列的27項工程建設款 8850萬元 也刪除7800多萬元 剩下不到1000萬 對此村長們認為 部落權力以及地方建設的推動 影響非常大 各村的環境衛生 路燈的維修 這幾乎相關都是對我們每個人相遇的 權益都喪失的 像135的坎草 那這個時候就開始運作了 變成說我村長要吃得超腰包的 這是花蓮縣鄉鎮地方自治時尚最嚴重的危機 因為今年度的代表會臨時會已開完 無法重新再審查預算 因此村長們希望公所能繼續努力協商 對於預算刪除爭議 代表會表示 主要是有多項預算項目 都是未經中央審核 擔心日後將無補助款經費執行 因此在會議前 已要求相公所變更預算來源 改為相預算支出 但相公所並未同意變更 法產至今 現在只能期待中央通過審定之後 再行追加 原資新聞 採訪報導